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探讨的一个辩论的题目 就是说 我举个例子 就是说这个恐怖主义 一直就有人说 那么和美军误伤平民 这两个该怎么理解 昨天你们文道都没讲完 对 因为我觉得误伤 跟这个刻意杀伤无辜的生命 这绝对有分别 但是呢 现在问题是美军 他的误伤啊 常常也被美国的很多知识分子 或媒体批评 就是说 他那个误伤的失误的程度 到底有多大 就假如说你失误程度 比如说无人飞机的这个炸弹 因为他失误程度相当高 这个失误程度 如果大到那个程度的话 你怎么样去防止 或者你有没有想办法防止 如果你明知道 他的失误几率很高 你又没有做出 很有效的方法去防止的话 那这种情况 我们又怎么判断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呢 就是我们知道很多 中东地区的激进组织 那么痛恨美国 其实往往是跟以色列相关的 比如说过去一年多来 我们看到以色列 偶尔的双方的边境袭击里面 那巴勒斯坦那边的激进分子 要打以色列平民 这本来就是如此 但以色列的军队 其实也常常在干这样的事 比如一个飞弹过去 你一个那么大的导弹 你说我要杀一个人 结果杀了一整座楼的人 那问题是那些死掉小孩 他们怎么办呢 那通常以色列也就说 这是因为我们是定点袭击的 我们不管这个 然后他们就会把这个责任 也推到美国身上 说这都是美国你在支持或什么 所以我觉得这里面 首先我们道理上讲 完全分得清楚 误伤与刻意的杀伤 无辜 但是我想说的是美国在减少他的这种刻意杀伤 或者在遏制他的盟友的这种误杀的这个行为上面 可能也做的还不够 那所以呢 现在他们仍然会把问题推到美国的身上 但是无论如何 我是觉得任何的这种针对平民的恐怖袭击 道德上完全不可取 尽管在战略上 战略上对恐怖分子来讲 这是他可能仅有的战略选择 那也就是说恐怖分子之所以是恐怖分子 是因为一开始他就选择了一种 道德上一定错误 战略上是唯一选择的 他也不是说他另外一种道德 他们以前比方说无政府主义者 都是一些理想主义者 非常多 巴金以前也相信过 他们那个时候就是主张暗杀 他们的那些作家是暗杀不了 然后暗杀 暗杀就是说我是弱者 我打不过你 我采用非常的手段来赢得战争的胜利 就有点在性质上都有点像日本的那种飞机撞军舰 像我们的栽油包去 他有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个 比如说在某个绝对的意义上讲 两种观点是平等的话 那么我们只是有不同 可是我要是像体育比赛一样 按照你制定的规则 用你的武器来跟你打 我没有机会 那么 这就举一个不恰当的例子 某些基层的地方的政府官员 他就欺负平民了 那么有些平民实际上是做出了恐怖主义的举动 对吗 他比如说拿刀可能被杀了办公楼里二十几个人 那么你这个事你该怎么说 他不对 他不该这么做 可是他要不这么做 某些小地方啊 这个地方的环境就真的能到他被欺负死 他没有话语权 他不可能伸张 没有一个天理去让他伸冤 那么咱们拿这个比喻来比照国际当中的这种关系 这个义理应该怎么理解呢 一般来说呢 其实这个911以后我们有很多这样的讨论嘛 一时大家都很困惑 这个炸弹的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来讲 甚至就到了当年就像咱们这个八国联军的时候 我一个地方啊 我一个地方 我这儿不愿意做生意 我认为无伤不坚 我们这个足足备备 就不爱跟你们西方人做生意 那么好 你打我 你打我为了让强迫我给你做生意 开放口岸 那么你看 这里面就有了生活方式 这个经济方式 就跟当年的很多这个东方民族 他都是这样啊 被帝国主义就咱也说 这个炮剑扣开了大门 那这也该怎么理解 我还比如说 好比说叫像伊斯兰说的 我就我这个生活方式 我不喜欢你美国可口可乐 麦当劳 你的这种脱衣物进来 行不行呢 可是你一天天的进来 那么我 但是问题是这样子 有一些规则 有一些道德是普世的 任何文化里面都是普世 所谓的不杀伤 无辜人的 无辜者的性命 你是伊斯兰教徒也好 你是儒家信徒也好 佛教徒也好 基督徒也好 每一个宗教 每一个文化 都说不可杀人 那么除非 那么这个不可杀人 这种禁忌 但是问题是 我们知道所有文化 也都会打破它 那于是我们就要研究 它在这个文化 通常设定是在 什么样的情况下 这个东西可以叫做 被打破的一个规则 就可以杀人了 那通常是要先假设 对方很邪恶 或者我怎么样 或者有一些 可以开战的一个场面 比如说我们正式宣战了 我们现在来做一个比斗 或者一个决斗 或者如何 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 现代战争 通常我们就会开始区分 所谓无辜平民与战斗人员 其实这个发明是很晚的事 是20世纪才有的东西 就把平民与 成吉斯坦那个时候才不管 那是把全体人民绑在战车上 全部屠宰 那么现在就战争人员 与非战争人员区分开 而这个东西呢 虽然是现代发明 你也甚至可以说 是西方人的发明 但是大体上 在全世界都得到认可 古代战争其实也存在 对 你杀妇孺 并都不是英雄好汉 并不体面 没错 而古代战争 你就是看我们中国 我们当然我们会笑 以前宋相公很迂腐 但是问题是 你也看到那个故事 你也看到我们古代作战 是有某种规则的 是有某种的规则 又联系荣誉的 你不按照规则 你不荣誉的 那么 所以我觉得 我们还是有很多 这样的设定 但是问题是说 现在这样的设定 还重不重要 还重不重要 因为这个设定 也跟伦理相关 对 到现在的日常生活里 其实最低的是两条线 这个两个原则 一是武器对等 二是要跟相关的人 所谓武器对等 就是日常生活当中 比方说你骂我 我可以骂你 你用拳头打我 我可以用拳头打你 你拿个棍子 我可以拿个桌子 但是你不能 你拿个棍子 我就拿把枪打你 就是一下子上升 如果武器强烈不对等 刚才讲 以色列的情况 就是这样 对不对 武器强烈不对等 他去炸平民 也是这个道理 里边的平民 什么都没有 你去炸人家 我问你 朝鲜和美国武器对等吗 他现在就是争取对等 他争取对等 咱们可以 所以这个讨论很有意思 咱们可以看看 最近的几张照片 说是两个礼拜没露面的 金正恩出来了 太阳节 你再看下边 这是就说是人民热爱领袖 那你再看下边 英国太阳报 所以你看这个八卦的考验 他把当年瑞士 这个金正恩 你要知道 他不是 哪一个是金正恩 左边这个 他在瑞士留过学的 他不是不了解 西方是怎么回事 土包子 对他不是土包子 所以这就更耐人寻味 你再看下边 我就说嘛 很有意思 你波士顿一年一度的 爱国日马拉松 人家一年一度的太阳节 也是国际马拉松 你再看下边 国际马拉松 再看下边 先军 你给他看到这种 先军政治 先军政治 到哪你都看着穿军装的 但是呢 中国网友真是会看 说怎么高杆鞋 高到了一种 超出我们想象的 对 你说这能作战吗 穿这样的鞋 超前女兵 形象很好啊 你没想到她是这样的 唱麦花姑娘 一个高跟鞋 军力严重不对的 我最近看了一篇文章 是那个 我就是差一点点时间 我应该把它记下来 我来读 是朝鲜方面 发的一篇文章 他就是说 我们是在领袖领导下的 世界第一强国 天下第一强国 你们这个太可笑了 就是你韩国的 美国的这个军队 太可笑了 一旦你们要逼迫 我们要打仗的话 你们就是 这简直不费摧毁之力 你们到时候 连后悔的机会都没有 没有人可以后悔 那个标题就叫 没有人可以后悔 说得好 军事上碍 我那个完全不成比例 就是说 只是现在出于 人道主义的联名 没有把他们全扫掉 就是这样 对 我觉得是嘴上的 这个千军万马呀 真实达到了 我们人之精彩 我觉得当时 就是应该拿来学习 不过这个呢 天下第一强国 这是原文啊 对 我前陣子看过一本书 我觉得分析很有趣 真的是一个德国人 在韩国 就在首尔那教书 他也是一个朝鲜问题专家 他提出一些观点 我以前没见过 他的分析很有道理 他说先军政策这个东西 他研究 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仔细注意啊 其实七八十年代的时候 朝鲜没有台先军政策 为什么呢 因为七八十年代的时候 朝鲜对人民的宣传还是 我们的生活比韩国好 比南韩好 我们日子比较好 不要忘了 真的有一度 两还是差不多的 就朝鲜南北是差不多的 那么直到九十年代 比如说朝鲜开始有饥荒了 饥荒是晚期嘛 但是九十年代初 他们已经一般老百姓都知道了 其实我们的生活是不如韩国的 也不如中国了 跟谁都比不上 这个时候 他的整个国家的意识形态 才转上先军政策 就为什么 就是说这个时候 他要告诉老百姓 如果我们经济也不如人家好 那我们正确在什么地方 我们还有什么立国的根本呢 那就是军队 就我们军事上优越于所有人 然后让老百姓觉得很自豪 我们比谁都能打 比谁都能干 而这一点呢 是能威吓到所有人的 说这个韩国呢 他有解释的 说韩国为什么生活水平高 原来他官方宣传是这样说 韩国没错 日子现在过得比我们好 但那是一种多么道德腐败 多么糟糕的生活 你不要看他们日子好 其实呢 全是靠着牺牲民族尊严 讨好美国大兵回来 美国大兵在手里 强奸谁就强奸谁 美国的男 我们的同胞女子都被侮辱了 是只有我们 靠着我们坚强地去捍卫我们的存折 是我有几个朋友去台湾 不不不 台湾 怎么台湾也讲 朝鲜跟台湾 去那个朝鲜的 去朝鲜旅行 他是觉得 这个朝鲜的 跟那一块那个翻译啊 特别好 而且在北京都是流过学 很长时间 一路带着他们走 他们呢 就是你知道他有一种 很奇怪的心理 就是也不好意思啊 乱钻那个小胡同 因为人家对你很热情 你知道吗 而且呢 人家就明显不愿意让你到某些地方去看 慢慢的弄到你自己吧 你也不好意思 让人家特别为难 当然聊起天来啊 这个也算通达的 就他这个朝鲜接待这个人员 就说中国呢 我们认为啊 你们这个经济搞得好 他还是承认 就是经济改革很成功 修正主义嘛 但是就说政治上呢 失败了 修正主义 《江江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如果每个人都心怀大爱 放下小小的一笔 给予小小的支持与关怀 分享小小的温暖与希望 凝聚两岸三地 每一份善心力量 让诚意收获尊重 幸福不再孤单 焚酒公益中国 星期六 凤凰卫视中安台 妇科炎症一反复怎么办 找卫太医啊 卫太医牌盆盐浸胶囊 专业解决 小腹痛 腰酸冷 白带多 一反复 妇科炎症防反复 就用卫太医牌盆盐浸胶囊 零九孕股房 配桃花春去 采无极之水 会冤酒精 年份端将 五井贡酒 我觉得咱们在中国生活久了的人 老是不爱把主义和理论当回事了 如今的人们 其实我就觉得 要理解朝鲜 是不是还是应该了解一下 它这个主体思想到底是个什么思想 你知道 当然我也没有什么机会啊 学习这个主体思想 但是呢 我这两天呢 我去了上泰国 你知不知道 我在飞机上 我学习了一下 朝鲜的金日成的这个主体思想 你在泰国怎么干嘛 学习 这个飞机上啊 有那个华文报纸 是可能是泰国华人办的这个报纸 你看叫什么呢 叫新鲜日报 鲜罗就新鲜日报华文报纸 但是华文报纸呢 出现了一整版的这个 你可以看 这是广告吗 对 我就觉得它是不是呢 朝鲜方面的这个广告 就登了这么一大板 你看我就大家 叫主体的永恒太阳 所以呢 我在这里边学习了一下主体思想 你说主体思想是什么 他们为是 他们的主张啊 是什么 你再看看 下边我画黄线的这几段啊 这个广告里边 这世界进步人民称颂社会主义朝鲜的十足 金日成主席为主体的永恒太阳 你仔细看呢 跟中国过去啊 还是有不同的 你看啊 1930年6月 他在卡伦会议上 阐明了主体思想的原理 以此为基础 指明了朝鲜革命的前进道路 这是宣布主体思想创立的历史性事件 由于主体思想的创立 展现了过去啊 你注意啊 这讲哲学了 过去认为自己是自己的奴隶命运呢 是命中注定的 成为历史对象的人民群众 知道什么意思吗 就过去啊 老百姓以为自己不是历史的主人 而是历史的对象 就当奴隶的命啊 但是现在人民群众觉悟了 作为世界和他自己命运的主人 自主的创造性的开辟时代和革命的前进道路的历史的新时代 叫自主时代 你看 他在美国发动的朝鲜战争中 坚决维护了国家主权 这也没提咱们自然军什么事 这在他的先军革命领导中占有特殊的地位 他用卓越的精神思想和战略战术胜利的领导朝鲜军队和人民 给自诩为最强的美国 以历史上第一次的惨败 我觉得小时候不是说咱们呢 他其实很少提我们 他很少提 你看他说 他英明领导朝鲜 在解决国际舞台上发生的所有问题方面 你先注意他的用语 所有问题上面堂堂的行使自由权 堂堂斯密达 是吧 1962年 美帝国主义制造反对古巴的这个人民的加勒比海危机 1964年这个北部湾事件朝鲜并没有看别人的眼色 也没有追随大国的立场 本着自主原则 庄严表明了对于局势的原则和立场 你知道我为什么大段给你念这个 我开始当然是了解一个蛛丝马迹 就是他这个主体思想 这个主体思想是不是直接的逻辑 就是说我不要养人鼻息 你不要觉得我是听中国摆布 我是一有机会 我这个做自主 什么叫主体思想 就是要做自己的主人 是不是这么一个 他这个主体思想其实并不复杂 我们听了好像觉得很神秘 你仔细 我那时候真的认真读过 金日成的一些演讲或文章 很坦白讲 就不是要制造什么外交纠纷得罪人家 很坦白讲 他的理论水平并不是太高 他很明显在马列主义的拽年上面 没有太厉害 他倒是受了不少毛泽东的影响 但是问题这也是二手影响 就他本身不是那种 像毛主席一样有哲学关怀的人 那么他讲穿了主体思想 就你讲的 其实就是自尊 就是自尊性 自主 那这个自主是两方面的 第一方面就是说 他要从历史上追溯 说朝鲜这个国家 他历来呢 最大的威胁叫什么 他要拒绝 主体是要拒绝一个东西 叫做拒绝世大主义 世大是什么呢 就是侍奉大国 所以这个国家呢 以前呢就常常侍奉大国 那他说他怎么讲呢 他讲的很巧妙 他说过去被日本欺负过 然后俄罗斯也欺负过他说 还有他说部分的中国不足 不足啊 然后还有美国啊 什么这些 所以他就说我们历来就世大 你想想看什么叫历来就世大 你想想看这个话很妙 朝鲜历史上被认为是中国的附庸国嘛 所以他就历来世大 其实暗指中国的 然后呢 说我们今天开始 我们要做自己的主人翁 那第二呢 他也要有点马克思主义的调整 所以就接上说 那我们这个主体是谁呢 是人民群众主体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 他也谈这个 可是正面他有很关键的一点 就人民群众努力自己创造 那我们就想这很矛盾 那如果真的是人民群众的话 那金家这个 是跟人民群众什么关系 他要解释 他就说 人民的大救星 他是人民的母亲 那这一点呢 他跟中国不一样 比如中国我们跟随领导人 或者跟随党啊 党是我们唤醒了我们 代表我们 救醒 救醒 叫醒了我们 然后他代表我们 但是他们那边不同 他们那边是把金家呢 形容成跟人民群众 是几乎一种天然的血缘关系 是种 不是父子 而且是母子 他形容 你看他的 他的以前的话很怪啊 他话金日成啊 那个笑容啊 是很温柔的 很温暖的 他很少以战士形象出现 反而他老婆老是以战士形象出现 在护卫他 进步人民吗 你看他这些词的罗列很有意思啊 社会主义朝鲜的始祖 金日成主席为主体的永恒太阳 但是几个 我觉得几个东西加在一块 加在一块 枪枪三圆形广告 之后见 这个时间 你需要浓缩的口味迅速形成 就像这个时间的资讯 要用精脆厚重深度的原料 快速炮制 新闻家评论的深层见解 第一时间强化资讯鉴商力 资讯快递 星期一是午下午 凤凰卫视中安台 我家自从换了格力空气能热水器 省电 安全 舒适 同时洗澡 洗碗 洗菜 热水都不断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 你用了也会说好 传承千年酿造工艺 历经天宝洞藏 红花国色 将相典范 红花郎 还有一个 所以有一点很奇怪 你看朝鲜 朝鲜很多人说 他什么随便就说 什么签了什么约 回头就不认账 那天讲好六方会谈 回头又说不谈了 你知道他做这些事 外界就觉得你莫名其妙 或者觉得你不守信用 但是他们的解释底下 是解得通的 他会解释成 那是因为我们谁的面子都不给 我们爱怎么干 我们任性 我的理想也是这样 但这个任性呢 他把它理解为 是一种很高尚的事情 那么 而且更妙的是 其实现在他们很多 外国去的原住品 对不对 美国什么Angelo 出一大堆原住品 那以前呢 他们会把这些原住品 都这些外来民进 给抹一抹 比如说那时候 我们中国去的东西 那个铁路啊 火车 他把那个长存制造啊 什么都给抹掉 现在不 他就让老百姓看 这美国老送来的 韩国送来的 但是他有新说法 他说 为什么我们接受这些援助呢 那是因为 他们怕了我们 对啊 我们天下第一强国 其实很熟悉 其实他那个自力更生啊 又发了核武器 真的是有点像 我们那个时候拒绝苏联 中国跟苏联分开 他要玩骨气 其实在某种程度上 当时你想 从共产国际的立场上 老大哥 对不对 从地言的 从经济的力量 当时的中国要离开苏联 要独立的情况 语言用的也是差不多 还有对于世界局势的判断 70年代我在乡下 不小心说了一句 美国的经济比中国强 苏联地方比中国强 差点被批斗啊 就是说 你要跟农民说这一点 就是说 这个苏联这个地方 比中国大 这个是还好 拿地图都可以做正的 他全部相信啊 所有的人就是 而且说美国是 比中国有钱 也全部不相信 所以当时也都觉得 我们是最强的 天下第一强 所以我觉得这是 我们都走过来 所以非常熟悉 问题是现在 国际政治变了 咱们这小兄弟 这下来对我们 我们这下来怎么办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冠 文明启示录 他现在也是搞这个 他把点核弹 是能打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